第十五届华人阿兹海默镇论坛于3月27日在线上举行 由社区拓展经理张佩宁主持 他首先欢迎大家对论坛的支持和参加表示感谢 有担心自己有这方面问题的民众 也有研究人员专业人士 那我们很高兴大家能够借着这个机会 在自己的家里就能够上网 跟所有跟你一起关心这个疾病的朋友 大家一起在这里来聆听这场讲座 论坛分为两部分举行 上午由阿兹海默镇协会全国总会董事 也是阿兹海默镇协会北加州与北内华达州分会 华裔咨询委员会主席 曹之行博士主讲 认识记忆丧失 失智症与阿兹海默镇 第二部分讲员分别由 Polo Alto医院神经科主治医师 赵壮志主讲 临床失智症的复杂性 浅谈睡眠问题 脑创伤 帕金森症 以及新冠病毒与失智症的关系 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与记忆研究所所长 蔡立会教授分享 从网络层次研究阿兹海默镇 此外 凯瑟医院老人医学专科医师 廖俊慧主讲 为晚期阿兹海默镇病患提供护理的挑战 最后由阿兹海默镇病患社区教育讲师 肖婷玉以亲身经验分享 照顾我们的父亲家庭互动及合作 自理行间充满了家庭的温馨与团结 同时表达对父亲的关爱与不舍 目前越来越多人关注阿兹海默镇 此次论坛就有来自全美各地以及海外的朋友参加 透过讲员们专业的解析 并理研究进展 以及感人的家属经验分享 期盼在大家的努力下 尽早开创一个没有阿兹海默镇 及所有失智症的世界 本则新闻由乔武电子报新闻志工 黄本初采访报道